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 说句心理话 我觉得女巴木的话 套路说句心理话 我觉得从开局来看的话 套路的话应该是没有卫红风那么深啊 我觉得女巴木打法系的话 我觉得女巴木就用这一套属性的话没有问题 我觉得打物理系的话 那不就是常规的招招蛇换换牛 那卫红风也扛不住啊 因为大潭官府跟法系不一样啊 大潭官府的话肯定是要带配数啊 对不对 因为大潭官府这个门派需要血线啊 你不带配数的话顶不了药啊 就随说的话 青蛇啊会比较困难 我就随说对面常规加点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这一把要怎么样打伤害 我觉得对面这个属性点的话 观战方的话 有这个安神爵的话 我觉得对面 我觉得对面 就算是招蛇或者是招牛 我觉得伤害不会特别高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这个鸟 先招了个鸟 对面的话在有意的节约宝宝跟羽毛 因为招牛的话要消耗 招牛的话是那个化身技能 要消耗那个羽毛啊 对面应该是有意的在节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先来看一下这个鸟伤害 伤害怎么样 这个鸟一招的话居然是没有把这个 法宝招出来的小怪给清掉啊 就目测打卫红锋的话应该是不过千 打这个宝宝的话应该是在1500左右啊 按炮哥的经验来说的话 打宝宝应该是1200到1500 打卫红锋的话应该是七八百或者是五六百 反正不会过千 打宝宝1800 那下宝宝的话还可以 那蛇的话应该会有两千多 对面冲凌刃引弓了 准备要冲 还是打表弟的那一套 蛇的话咬宝宝还行 咬人的话应该没有 三百点血 看一下蛇咬人伤害怎么样 独共带天 挂诅咒 官杰帆聚剑 聚剑的话把对面的你这个隐宫给斩掉 哎 聚剑这个技能其实很bug你知道吗 他 聚剑这个技能的话就是你对面什么隐身什么的都不管了 就哪怕官杰帆重催眠 催眠都能聚剑 所以说的话 剧剑这个技能是很bug 我们可以看到 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的话 观战番起了一个绅士菩提 绅士菩提的话 是有一个法术散症 就正好的话 对吧 两回合的一个法术散症效果 对面的话 我觉得这把顺法出的 有一点点早 因为出顺法的话 对面的话 平A的话不一定能平A到 对吧 观战番的一个人物 就等于说 这把法术散症的话 少了一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感觉魏宏锋是有 有机会赢的呀 因为对面好像 魔力加的比较少啊 你看没有 对面宝宝清 这种观战番的一个全魔 须弥的话 感觉你看 打不怎么动啊 安神爵 平看 没有出漫天 对面这个药 药也吃的可以啊 一个大药顶5000 这个牛的杀还高啊 他这个牛的杀还是 偏物理加法术 就是那种 物理呀 物理跟法术就是 一起加的那种 蛇的话就是偏法术一些 蛇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 蛇的话就是 基本上就是 继承了一个 人物的一个属性 你看蛇的话秒 才要400连血 这边应该是出了一个配数 配数下一回要顶要 这边的话要亲对面的牛 就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大潭官府这个名牌的话是千万千万不能倒地 大潭官府一倒地比赛直接结束 这个蛇的话 咬宝宝宝还是痛的呀 这个牛啊 这个牛好猛 我感觉观察他也有点看不住啊 兄弟们 要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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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大鸡没有出被遇啊 出个被遇能加八钱 没出被遇 要翘了 我们来看一下 翘上面哎哟 翘上面 翘上面三个单位 对面这个牛头啊 这个牛哥啊 好像是钻了那个 GPS啊 就谁都不咬 就咬魏宏锋 那这个比赛的话 25回合 魏宏锋也打不过 兄弟们 魏宏锋也没打过 对面这个女拔木挺猛啊 观察他还是没有犯击啊 除了一个小孩 小孩的话 可以看到啊 小孩的话 砍对面 这个一个换魔的一个攻击 完全砍不住 OK 那下回应该就没了 兄弟们 GPS大了 对面丢诅咒啊 还有大死亡的一个效果 那最近雪山的一个环弓 这女拔木又无敌了呀 兄弟们 打一下四七 后面还有比赛啊 好吧 后面的比赛 给兄弟们解说 表弟打魏宏锋 两个失败者的一个 观众 后面还有一个老三打 那个女拔木的 我本来说 肝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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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kiego MUSK